大家好,这一节课呢,我们来看看iSCSI的一个配置 就是我们的Untype系统 配置一个iSCSI的存储访问 那我们先看一下iSCSI的架构 iSCSI呢,它是通过以太网 它有一些角色 就是服务器呢,就是initiator 然后呢,我们的存储呢,就是什么 就是target 然后呢,存储的target呢,会有一个target lane 那服务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什么 initiate lane以及什么 多路径,对吧 多路径两个,对吧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配leaf的时候 一定要配两个啊 就在两个load上配不同的ip 统一网段的,对吧 然后到服务器,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高可用的多路径的状态 那存储呢,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的 它的一个配置步骤啊 看一下这个 那存储的配置步骤呢 还是要先配一个什么 AGGR 然后呢,配个svm存储训理机 有volume,有leaf,然后呢,有lan,对吧 然后呢,有isgase的创建 以及它的什么,iGroup Lan的iGroup的创建 以及添加我们主机端的initiator 以及mapping我们的券到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iGroup iGroup什么呢,就是initiator的group 就是前端主机的一个集合 对吧,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映射关系吧 然后呢,这里要重点说一下这个volume和lan的关系啊 在letop的存储里边,volume 对吧,是基于什么agre的 那lan呢,又是基于volume的 那我们volume又可以直接的创建什么 创建LAS的共享 就是nfs和safes 所以说呢,这里的lan呢 它其实是一个块设备 但是volume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底层的文件系统 那正常情况下说呢 我们是先有lan再有volume 就是先有块再有文件系统 这里是反过来的啊 就是先有volume,后有lan 这里要注意哈 它的这个逻辑程式的结构 ok,那现在我们来访问一台我们的on-type系统 然后呢,我们是一单点的哈 那我们先来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agre,是吧 我们agre秀一下 好,我们本身有个agre1,对吧 那我们先创建一个agre 然后create,是吧 create,叫什么 agre的名字 agre2,对吧 然后呢,它的disc counter 我们给它7个吧,无所谓哈 然后read type read dp,对吧 然后呢,它的 每个group的磁盘数 我们还是给7个 就相当于只有 只有这一个 agre里面只有一个disc group 就是read group 对吧 我们给它7个 然后的load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load 我们单点的嘛 对吧 好,这就是agre2,是吧 这是我们的数据的来源 对吧 就是我们的read group的集合 然后呢 创建个we server we server we server的名字就叫 isgazib 好 创建we server之后 我们要创建两个leaf 对吧 两个leaf 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ip的一个 先看一下ip吧 拼一下 那就0.6.6.10 没有,拼一个我们没有的ip 106 好,没有,就是证明这两个可以用 然后呢 我们就let interface create Create 然后Vserver Vserver Vserver 的名字叫做什么 我们就叫做 SCSI101 对吧 然后 Home load HomePort 是吧 然后 Load HomePort 然后是 10c吧 然后是角色是什么 是Data 是吧 然后Data的协议是什么 是SCSI 是吧 然后就是地址了 逻辑很清晰 190.168.6. 6. 6. 看看 105 对吧 Netmask 255.255.255.0 255.255.0 255.0 OK 对吧 那有创建的 因为我只有一个load的cluster 我们假设它是两个load的 我们就要在另外一个load上面去创建 创建这个ip 对吧 那我这里就要改一下 改成6 对吧 然后呢 105 106 然后其他不变 这也是另外一个edc 风破可以不变 然后呢 这里load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写成什么 写成这个02 对吧 应该这样写才对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还是写它吧 假设它是02这个load 你要在另外一个load上去创建 你要保证它是什么 跨两个load 假设有一个load 什么 当掉了 对吧 那你这个esgase的多路径呢 在存储端呢 才是什么failover了 它是ok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两个利符 跨两个节点 这里我讲清楚了 因为我只有一个嘛 我就先这样 对吧 哦 这里名字写错了啊 名字应该叫做esgase的这个利符的名字 这应该改成02对不对 ok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是吧 就可以看到这个 net interface show 是吧 -fail 直接show吧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这里105和106 在同一个load上面 对吧 那就那就可以了嘛 都在10升 嗯 这是可以的 其实我应该在两个load 分别在两个load的10c哈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单节点的 那没所谓的哈 原理就是这么样的 然后呢 有了 有了 有了这个这个这个 利符之后呢 我们要创volume 对吧 那volume create 还是什么vsever 是吧 哪个vsever esgase的vsever 然后 这个volume的名字 是吧 嗯 叫做volume 我们叫做esgasevolume吧 对吧 对吧 就这样写 esgasevolume 嗯 然后的话 他的这个size 呃 size多大呢 我给他 我们看看上面哈 你刚刚创建的那一个 哦 我们没有看这个有多大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吧 看一下aggr 秀一下 17个G 对吧 那我们就创一个15G的吧 呃 ok volume create 然后vsever aisgase 然后volume 的名字叫做aisgase 嗯 volume 对吧 然后呢 他的size 就是15G 然后 aggr 是吧 aggr aggr 是哪个aggr呢 我们是刚刚的aggr2 对吧 从哪里取这个卷嘛 然后呢 他的江心帕 江心帕 江心帕呢 随便写一个名字 就是挂载点嘛 在我们的存储虚拟机里面的挂载点 对吧 好 这里创建完我们的svm 是吧 我们的利府 我们的两个利府哈 然后是我们的volume 然后就是我们的 呃 volume创建之后是15G的 是吧 我们可以volume秀一下 volume秀 看一下哈 我们的这个volume在哪里 aisgase的volume 这里 对吧 15G这里 然后呢 我们叫lan lan要肯定要小于它嘛 对不对 lan create 一下这个vsaver 是吧 aisgase这个vsaver 然后 呃 你要 你要哪一个volume 对吧 aisgasevolume 然后呢 哪一个lan lan 是重属于我们的volume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叫lan1吧 别说为的哈 size 然后多大呢 我们给它14个G 对吧 要比15G小嘛 对不对 然后它前端的os 啊 type 我们给它是一个windows的 也可以是linux 没所谓哈 好 我们lan 修一下 有了吧 这是它的路径 对吧 你看它是在volume下面的吧 14个G 它有没有myping呢 这里没有myping OK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创建aisgase的服务哈 aisgasecreate 然后还是vsaver 哪一个vsaver呢 aisgase这个vsaver 然后target 好 我们写一个什么 netop APP9 这是随便定义的啊 名字哈 你叫storage也可以 无所谓哈 他说什么 嗯 他说 我们的aisgase target 名字 哦 他说你现在其实没有给aisgaselicense哈 我们去把license找到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feature 就要有对应的license 我们把它暂停一下 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license之后呢 在这里哈 这个这个模拟器的license哈 我们到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license 啊 对吧 添加这个license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创建这个什么aisgase的这个 呃 服务 好ok 就没有报错了啊 那没报错之后呢 我们回到这里 那回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哈 继续 我们创建了aisgase这个服务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创建什么 啊我们lund lund igroup 是吧 create 然后呢也要给vserver 是吧 aisgase这个vserver 然后呢 -igroup 对吧 我们给igroup 创个名字嘛 就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ig01吧 对吧 igroup01 对吧 然后呢 particle 这里的协议可以是fc 也可以是什么 我们我们table一下 你看到没有 有fcp是吧 有混合的 有aisgase 因为我们不是fc嘛 我们这是模拟器 我们就选什么以太网的aisgase 然后 这里还是有个os的type是吧 然后还是windows 就是我们前端这个聚合啊 initiator的主机端聚合 是类型是windows ok 然后呢 lan igroup add 就要你要去添加 是吧 哪个vserver呢 aisgase这个vserver 添加什么 添加我们的igroup 哪个igroup呢 我们刚刚有个ig01嘛 对不对 添加它的initiator 对吧 initiator是哪一个呢 就是windows的 那我们在哪里去找这个东西呢 我们去登录一台 一台windows去看一下哈 这里我们暂停一下好吧 我们登录了一台我们的windows虚拟机 对吧 它跟它是在同一网段的哈 跟我们的存储 我们就输一个命令 aisgase cpl l 在这里呢 我们点配置啊 在配置里面 你看这个 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aisgase 在主机端的 对吧 我们把它什么选中 复制下来 对吧 就是在主机端的这个initiator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添进来是吧 相当于我把我windows的这一台 2008的initiator的aisgase initiator的名字 就添到这里 就把它什么 注册到我们这个iGroup里面去 ok 然后呢 进去之后呢 我们添加了什么前端的initiator名字 然后我们就要需要把什么 把我们的这个lan map给 给谁 我们来秀一下哈 我们把这个lan map给我们的 这个台北server 的这个 它的这个路径 对吧 pass 然后是什么volume hysgase volume 下面的这个lan1 对吧 你map给谁呢 这个iGroup 叫ig01 我叫01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刚刚前面这里 创建的是01 看到没有 叫iGroup的名字 ok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最后来检查 这里就配完了嘛 相当于你 你添加了一个iGroup的前端 然后呢 我们又把这个 券maping给了这个iGroup 就相对于主机注册和什么 画卷 对吧 画lan 画lan之后把lan maping给这个什么前端主机了 因为前端主机是加到iGroup的 你这个 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lan也是maping iGroup的 就是iGroup01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iGroup 我秀 有了吧 对吧 这个initiator看到了 是不是 然后isksy 有了吧 isksy 这是存储端的 然后我们来lan 秀一下 lan 秀 有这个lan秀吧 它已经什么 刚刚是onmap 这里是map 是吧 然后呢 lan maping 对吧 lanmaping秀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lan map给iGroup了 那你查看它的主机 这个iGroup有主机的吧 对吧 iGroup秀有主机的 ok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完成了整个onmap系统的isksy的配置 然后我们到前端主机去看一下哈 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去输这个命令 对吧 调出来 然后点发现 对吧 发现我们就 这个isksy的默认端口是3260 我们来发现一下 6.105 对吧 好 然后点目标 哎 有了吧 这里ok 然后点链接 是吧 确定 是吧 这里就连好了 看到没有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去看看 好 在这里 diskmgmt 示范管理器 对吧 看到没有发现我们那边挂过来的卷 如果挂过来的卷 看到了 看到10世纪的 看到没有 这里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什么 连击 对吧 然后 初始化 ok 然后 新建卷 是吧 巴拉巴拉 它就会什么 进行格式化 我们就完成挂材了 如果你是多条路径的话 如果是多条路径 有两个漏的 每个漏者出 比如说一个port 来做 那你这里就有多路径 你就需要把什么 我们 服务器端的NPL打开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里就可以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F盘 对吧 我们可以给F盘 写点东西进去 是吧 这个是这个是ok的 是不是 写个什么 写个这个吧 这个很小啊 没事 随便写个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吧 这就是我们存储的券嘛 对不对 挂过来的 它的一个块服务 哎 看没有问题是吧 好 这里就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 sqc的一个 挂载 然后我们要卸载它怎么 先脱机对吧 然后就可以就可以干掉它了 ok 好 拖机之后呢 你就再去哪里呢 再去这里 对吧 如果你要整个的删除的话 就是这里要点断开 对吧 然后呢 最后是什么 在这里 把这个给删掉 这是删除哈 就 删除它就可以了 好 整个过程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sqc的配置 你看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到这里看就没有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挂载和卸载的一个整个过程 以及我们什么 我们在存储端的这个配置哈 包括怎么去画这些volume svm leaf 还有我们的lan 还有我们的iGroup 对吧 然后添加我们的iGroup的initiator 以及把我们的lan map给什么 map给某个iGroup ok 这就是我们nitap的isqc的一个存储配置 一个块存储哈 这是它的块存储 ok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